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因为它是有很多的变化 就这个落点的变化 高实在是高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我们在发球的时候 变化不要给你的对手看出来 高手发球 就是从左侧拳发球 到右侧拳发球 是需要给他看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 我发左侧拳的时候 我是这样 我发右侧拳的时候 我必须在这摆着 为什么 我得告诉你 我发右侧拳了 其实小伙伴心里是忐忑的 因为他接不好右侧拳 右侧拳相对来说 会发的少吗 他接的比较少一点 所以你在高手的时候 你必须停顿一下 然后瞬间出手 这种时间差 会让对手造成很不适应的感觉 怕的是什么 我给大家学一下 抓上球 自己还没站稳呢 小伙伴还懵呢 他全是下意识接球 别拿起球就发 就是你拿到球了之后 你一定要有这个节奏差的区别 第一 我认为停顿三秒 停顿的时候 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 停顿你让自己冷静下来 很多球有位置还没站住呢 上来就去发球去了 你说他能不容易发失误吗 是不是 咱们把这三秒 你看 一 二 三 出手 定这三秒 调整呼吸 发球的时候一定屏住呼吸 这点我得说一下 发球的时候 我给大家学一下 我就 代表我屏住呼吸的 大家看 其实是一抛球 这个气是屏住的 他这个球才能发的转 你看 其实我在出手的时候 我是屏住呼吸的 你不能在出手的时候 我还在吐气 或者是我还在呼气 那这种情况下 他这个腰腹 他是散的 打球的时候屏住了 才会就这个位置屏住了气 他才能感觉什么 这个力是紧的 不然他的力 他容易散掉 还有呢 就是他有一个时间差的区别 你看啊 球门 我给大家发一个 为什么这球发的不是很转 你看 仔细看 是挺用力 他摩擦技巧也是对的 但是他的问题在哪 匀速 为什么匀速了 因为前期发球的时候 他紧张了 他手臂非常紧 他触球的时候 他还是紧的 他触球的时候 他还是紧的 所以他整个动作 他就没有时间节奏的变化 你看这球啊 你看同样 同样的发球方法 这球你看 大家看球速 很慢 很慢 但是如果你前期引爬的时候 慢而松 出球的时候 快而紧 你看 大家看这个球速 就是勾手发球 比较明显 你看 这就是引爬的时候 慢而放松 出球的时候 加速而紧凑 你看 这是一个速度 这就是全程 他没有节奏变化 他发过去的球就是这样 如果是你放松 放松放松 加速 这最起码得快一倍 只是咱们没有专业的 这个测试的这个 他看不出来 对不对 他左侧弦 他也是这样 你看 如果你是这样的 他就是匀速 匀速 一定是放松而慢 出球快而紧凑 你看 慢 加速 看这球速 慢 加速 慢 加速 你的对手 他也会造的一愣 他先看你在这慢慢引拍 他还在这晃着 突然一个加速 球会给他一个 很强的一个压迫感 那么这个速度 咯愣 用东北话就是讲 咯愣一下就过来了 冷不叮一下 他就过来了 他是有一个速度的差距 尤其是在长球里面 你要是前期特别紧 出球以后 他也会慢 所以你可以 刻意的去放慢引拍 刻意的去加速动作 就像 引拍 我们开车 像开个30麦左右 出球 我们加速到100麦 让他俩 形成一个节奏差 他发过去的时候 他的节奏 就会非常的快了 你看 放松 加速 放松 加速 随便发上 放松 加速 所以我们在发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速度的差距 如果你能准备好 准备好 站好 3秒 1 2 3 慢引 快送 这球基本上就能达到效果了 别是拿球以后没站住 匀速一推 这球谁都不会吃发球 是不是 3秒 站住 站住以后调整呼吸 准备好动作 同时要注意 慢引 快送的动作 然后我们在调整呼吸的时候 一定发球的时候 屏住气 你看 这个气一定要屏住了 把这个气一屏住之后呢 它这个力的合力就收住了 就在腰腹前侧 这是黄金肌球点 别端起来 放到这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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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